大家好 这次我们讲一个会阴痛的一个原因 其实就讲一个部位 一个神经 哪个部位 哪个神经呢 这 这是坐骨节节 坐骨节节向上 大概三到五厘米 当然这个在盆腔内 三到五厘米 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 结果 你看这个孔叫什么 叫闭孔 那边有闭孔内积 闭孔内积上 看这 这是坐骨节节 向上三到五厘米 这有一个闭孔内积 闭孔内积的筋膜 固定了一个神经 这个神经叫做会阴神经 那它发出分支 最后支配会阴区 发出分支支配阴镜或者阴地背神经 那就是发出这样的分支 那所以这个点 坐骨节节向上 三到五厘米 这个位置 一有闭孔内积的筋膜 二 这个闭孔内积的筋膜 本身是固定灰阴神经的 但是闭孔内积损伤的时候 会卡压到灰阴神经 而造成灰阴筒 甚至造成性股膜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希望大家了解这个点 有些做针刺的 做针刺的 你可以通过作物节节往上 来刺激到这个点 那还有一些玩手法的老师怎么弄 单上手套 通过直肠进取 在骨盆侧臂上 按压到壁孔内积 来松解会阴神经 那以上是我讲的一个点 他和慧音疼痛 有关 作物节节向上 三大慧音